我们看到中国最大房企碧桂园爆雷之后 一连串的骨牌效应全面启动 今天最震撼人心的消息是 第二大房企恒大集团在纽约申请破产 这是一系列的因果恶性循环 先前传出爆雷的中国最大信托管理集团中植系 它正是恒大的一大金主 如今两个集团一起相互拉扯往下沉 居然让15万的中国金字塔顶端的有钱人 一夜返平 铭铭告诉我们这是多大的警讯呢 是 终究是包不住火 恒大地产在美国正式申请破产 但想不到这一锤 会不会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上中呢 我们现在谈几件事情 为什么要在美国申请破产呢 第一个是避免诉讼 第二个是重组债务 第三个是可以避免所谓的抵扣资产 但现在简单的说 没钱了啦 储罵买买买出去了啦 所以现在呢 就是双手一摊 不然看你们要怎么办 但是呢 我们来看谢金河先生的一个说法 谢金河的先生说 怎么会这么夸张呢 恒大它的负债可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的 目前恒大的一个债务呢 是3400亿的一个人民币 俄罗斯的外债才3500耶 阿根廷是2700耶 那现在欠这么多钱要怎么办呢 没有想到巨像哥可怕了 为什么呢 原来许家印早就做了所谓的技术性的一个离婚了 发生什么事呢 许家印的一个原配呢 非常出名 在中国这个大家都知道 他叫丁玉梅 丁玉梅过去 他就是在恒大当中具有所谓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的 结果现在呢 奇怪了 恒大的一个公告 他居然说 他是独立于本公司及其关系人士的协力厂商 太太不见了 所以目前大家就来说 会不会他们就是做技术性的一个离婚 所以这是不是一个断尾求生的操作 先离婚 然后再去美国申请破产 而我们说更大的危机是什么 来 看这个地方 几天前我们一直说 中国最多的信托集团 中植系连续采雷是不是 现在恒大申请破产了是不是 结果金主也出事 恒大也出事 相互拉扯一起往下沉 没有错 这个叫做千亿法额动全身 来跟各位谈论一下所谓的中植系 中植系旗下呢 其实在中国它有一家上市公司叫中联信托 这家中联信托负责做所谓的一个吸金的一个动作 那旗下它总共有四大的一个财富公司 这四大的一个财富公司呢 据传它在全中国总全部的一个总吸金的一个金额呢 高达整个人民币是超过千亿以上 结果呢大家后面一看 天哪 原来中植系是恒大的一个大金主哦 为什么呢 因为在恒大出事之前呢 有一次恒大几乎是所谓的一个吞大象的一个行为 恒大居然去收购了万科集团哦 那大家往内看 他就说我来收购口袋当然要有钱嘛对不对 往内看呢 其中包括了有91亿的人民币呢 居然是中荣信托旗下所做的一个信托计划 那最近呢就有一个叫做恒天财富理财的经理 他就是一个基金经理人哦 他叫梁亮 他就说呢 天哪 可能会有15万人哦 他们可能会一夜返平 那俊相哥这很恐怖哦 你想想看你一辈子所存的 这个起码要一百万人民币以上才能进去玩哦 一百万到五百万 五百万到一千万 一千万到三千万 一劫又一劫 这些有钱人们看着他的资产 一下子归零了 现在连利息都拿不到 所以这15万人不是路人甲 不是路人蚁 15万人被迫一势返平 大家都好好的人 一个比一个好好的 踩到了这个中植系的雷 一切都因为中植系踩到了很大的雷 官官相扣 扣着一起沉下去 我就问15万人一势返平 这是多严重的事 我们现在简单的说 这些所谓的高净值客户呢 总共牵涉的一个资金呢 高达人民币是2300亿哦 目前单单所谓的300万人民币以上的 就有15万人哦 单个最大的是一个投资金额 它是一家保险公司 投了50亿 那俊湘哥我问你哦 整个社会上来说呢 有钱人的消费比较强 还是一般人的消费比较强 有钱人强得多了 那你去想想看哦 15万个有钱人 现在他们的钱归零了 一夜返平 还去不去百货公司 还要不要买车 还要不要买房 还要不要买奢侈品 消费通通小轰了 所以现在最糟糕的一个状况 就是怕中国的一个经济会 雪上加霜 所以最近我们来看哦 美商惠玉呢最近 惠玉最近可凶哦 为什么呢 它一口气调降了 美国的国债等级 也调降了美国有十家的 所谓的中小银行的一个等级哦 现在最怕的就是 惠玉下调中国的一个主权 为什么呢 下调主权之后呢 会让中国的资金筹措 更加的一个困难 想不到呢 除了惠玉之外呢 最近金砖五国的 所谓的金砖支付 这个叫Oneo 这个Oneo可是带有来头的哦 为什么呢 20年前那时候拍胸脯胸口 所以大时说 投资金砖五国就对了 各位就是他 而且他是一个 非常出名的一个经济学家哦 想不到最近呢 他也改口了 发生什么事呢 Oneo他就说 过去他五年啊 看错中国 曾经非常的一个看好 现在呢 他觉得非常的一个失落 为什么呢 中国现在第一个 人口老化 第二个 政策人质 第三个 中国人不再具有中国梦 这个说法跟拜登所说的 一模一样 所以到底中国的人口有红利 还有没有呢 未来可能荡然无存啊 中国经济刮不起疯了吗 我们观察两个指标 南方的深圳 还有上海 我们一格一格来看 深圳曾经是富可敌国 一城第一个国家 GDP全球排名32 堪比奥地利的这个国家 富到流油不是国家 这座大城 对 现在呢 过去深圳哦 50年来是地球的一个奇迹 从一个小渔村 后来他的经济规模 居然是大破所谓的一个纽约哦 2020年呢 深圳经济特区 成立40周年大会的过程当中 那个时候习近平还非常骄傲的说 这个是人类发展史当中的一个奇迹哦 为什么呢 深圳的GDP比整个吉他大湾区 多了6.3% 而且是广东省当中 唯一GDP超过1000亿的一个城市哦 但过去这个辉煌的城市 骏向哥现在辉煌不在了 就在8月18号哦 有38年历史的深圳新安电器 居然申请解散了 先跟各位说一下新安电器哦 过去很多中国大陆做的那些所谓的电器 很多都是他代工们 这么厉害啊 他最多的时候呢 人员工就10万人 然后10万人呢 想不到在过去10年的过程当中 居然从10万人往下捡 捡到最后只剩900个人 到了900个人 大家都想说 这到底还行不行啊 想不到现在撑不下去了 直接关掉了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 各位可能不知道哦 过去20年的过程当中呢 台湾过去所有的印刷 通通移到了所谓的中国大陆去 对不对 很多的中国大陆 他们最厉害叫沙价 深圳有一家灌达印刷 这个可是全世界很出名的哦 结果呢 现在呢 据传也撑不下去了 我们给大家来看到这一段画面 这是一般市井小民逛街逛得进去的 娃娃店 然后拐个弯 你会看到 美食街 都是你掏出一些硬币零钱 你就可以消费的地方 这样的商场 是怎么够啊 糟糕没办法吃 难道 我们最担心的 那个没工作 那个口袋没钱 那个家庭消费 消烘 在深圳 已经遍地开花了吗 而且郡相哥 最可怕的叫做 内有狼 外有虎哦 现在呢 中国的经济 消烘这个不打紧 过去中国深圳 最整个骄傲的 叫做手机制造 那个手机制造 深圳在最辉煌的时候 全世界各位听好哦 全世界哦 每整个两只手机当中 就有一支是深圳做的 但没有想到现在的深圳呢 我们不要说 国内的一个销售了 现在中国的白牌手机的销售 是惨淡到不行 想不到呢 连出口都不行了 过去呢 中国一年 有一亿八千万支的一个手机呢 是直接做好之后 直飞到整个印度去 过去的印度人 是爱用中国手机 非常的爱啊 但现在呢 先跟各位说哦 到了整个现在 过去一亿八千万支的手机 你知道到现在出口剩几支吗 几支 两百一十九万支 太惨了 只剩下九分之一 换句话说 过去 我买手机 我只能跟你中国进口 现在不用了 印度人自己也能做手机 目前呢 其实苹果就已经计划了 到二零二五年的时候呢 会把四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五的生产呢 直接转移到整个 所谓的印度过去哦 那目前各位都知道哦 这一波 整个全球首富李嘉诚 它不是七折卖房吗 大成功对不对 现在呢 在深圳的一个罗湖 很多人去过罗湖都知道 你从香港到深圳去的第一关 就是叫做罗湖关 结果这个罗湖关呢 他们居然有一个新房的一个项目呢 居相哥 打四折耶 真的打四折 打到骨折 打四折在卖啊 原来的方案是 九万八人民币每平方米哦 现在一口气较到三万八千九 现在对所有的所谓的建设商来说 就是先抢先赢 但现在呢 全中国共有的一个现象 大家都不升 而且人口还在变少当中 就在2022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为什么呢 2022年真正的人口呢 居然一口气减了两万人哦 佛山减六万 广东全省减了二十七万 现在全中国最大的危机就是 人不见了 所以敏宽我们看到了 深圳是一扇非常残酷的观景窗 工作没了 收入没了 人自然就留不住了 人口红利 那更是天方夜谭 除了深圳 你刚刚说看到了广东 广州 这都是过去富到流油的大城 没有错 然后呢 现在最大的一个麻烦是 过去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呢 动辄百分之六 哎呀数字太差了啦 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 较正常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二 算是非常的棒 但现在呢 中国荣景不在 我们来看摩根大通最近就调降了二三年的一个GDP 目前从六点四降到四点八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在打官方的脸哦 但这两天呢 李强在开国务会议的过程当中 他还是咬死 他就说 中国目前的经济还是温和在转强当中 但事实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另外一件哦 目前日本丰田汽车跟广州汽车所合资的这个叫广汽丰田 居然因为汽车的销量不好 解雇了一千名的一个工人 大概是百分之五左右 一千个家庭就这么失业没工作了 那钱藏了多大的一个社会不安全的问题呢 深圳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另外一个重中之重 上海 我们来看看上海最近怎么了 上海现在呢 就是所有的外商几乎全部都跑光 我们可以看到外汇的一个金额 持续在往下走当中 而外商的一个所谓的成分比重呢 也在往下降 这个是非常出名的LinkedIn 这个是一家专门在做商务媒合的一个APP 在全世界可是非常有名哦 居然全面来退出所谓的一个中国市场 一口气裁员了716人 同时最重要的是 你退出就算了 它是完全不看好中国的一个市场 它把所有用户的个资全删了 它不回来了 这个地方我永远离开了 没有错 所以现在中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 叫做中老年人的失业率特高 可是这个时候它是三名自家庭啊 上海有老母下还有所谓的小孩 所以每个人怎么办呢 闭着眼睛咬牙 俊湘哥你知道干嘛吗 做什么事 做出租车 开始在说我们台湾所谓的计程汽车 结果做计程汽车呢 我们来看哦 现在呢人太多了 上海有一位网约车的一个司机 我们看到了 我还以为他是宝可夢阿伯呢 你看到他 他为了要抢case哦 他整个车上有11只手机 11只手机就为了抢单 这个为什么要抢单呢 就为了要整个虎口哦 现在好多这些所谓的网约车的司机 他们就说过去坐8个小时赚的钱 现在要坐14到16个小时 这段画面真的很惊人 你想想看 任何一台车一个司机 了不起就是一台手机 就在那边等接单 等着等着跳起来你就去接客 没有 已经贪不合价 用11个手机 这个像流刺网 没有错 大小鱼我都要抓 所以他们现在就有做一个统计哦 他们说过去一个月呢 网约车的司机 大概是赚16到18对不对 现在大概只有8000块人民币 但现在是更惨的状况是因为 太多人都要坐网约车司机了 所以现在的时间点呢 公司的抽成居然还增加 所以在整个前有狼 后有虎的情况之下 中国人的生活 真的是越来越辛苦啊 观众朋友 这一段画面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震惊了全世界 一架载有多名马来西亚 政要的小飞机 在降落前的几次盘旋之后 直接笔直撞进了高速公路 造成了机上8个人 跟无辜被波及到的用路人 一共10个人死亡 当时机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专家研判 飞机能盘旋 那代表机械应该没问题啊 但是后来那一段失控 笔直的俯冲 是怎么造成的 难道是人为所导致的吗 在这一段画面的后面 钟伯今天也顺便带我们来 挖进去看到 那一场在极机密档案当中 最传奇的一页 国共交手最叠对叠的 空中斩首啊 我们先来看马来西亚 发生在昨天下午的 这起坠机意外 因为它疑点重重 刚好呢 整个坠机过程 透过了一台汽车的 后方行车记录器拍的 那我们来看 你看那个飞机 从它后面的行车记录器拍到 是 它是笔直哦 有没有 好像那个头炸弹一样 这样 一下从天空上掉下来 那掉下来之后 就马上发现飞机爆炸起火 接下来它的残骸 还有它的烈焰就往外喷发 这个画面更清楚了 因为刚刚是拍到 它整个爆炸起火 这则是拍到爆炸起火前 它整个坠机的那一条曲线 是不是真的就是像 刚刚我们主持人所说 几乎90度垂直笔直 好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是不是也跟我有同样的疑问 觉得这个坠机的行机 飞机飞行的轨机 不单纯 好 不过我先讲 这台车当时所拍到飞机坠毁 它跟它几乎是 千军一法 擦边而过 可见这个驾驶人 他真的预期也很好 火都烧到塔弘玻璃了 不过还好 它毫发无伤 好 整个惊险过程 是不是也可以看出 这条马路其实车水马龙 所以很不幸的 飞机上其实是载8人 可是呢 因为车水马龙的公路 就在它最近的地点上 所以有一台汽车驾驶 跟一个机车骑士 都被飞机的坠毁所颇及 最后不幸的被烧死 好 我们来看 这就是很不幸的 另外一个地面上 机车骑士被颇及的画面 因为这台机车 根据木骑者表示 它当时刚好骑机车 经过那个地点 也就是说 命中注定 这飞机刚好坠毁 木骑者还说有砸到它 然后结果后来爆炸燃烧 因为它就在那个爆炸燃烧的中心点 所以它立刻全身着火 其实消防人员 感到的时间很快 几乎在到的时候 大概也就几分钟时间 那其实这骑士都 全身都还在燃烧 消防人员试图灭火 想要把它救火 可是不幸的 因为烧伤破预奖 所以当场死亡 这起死亡的意外 一共造成 机上8人 跟路面上的两人 共10人死亡 哇 钟伯 你刚刚提到最后 这个骑摩托车的 无辜的路人 感到的时候 还看了他勉力的挣扎 要逃离火拳 他还活着 他还有气 眼睁睁的几分几秒 这样过去 就在面前倒下来 我就问了 到底飞机上在的哪些人 墜机前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是 之所以现在大家觉得 这起飞机意外 可能不会是天后 因为天气很好 大家都看得到 那如果说是 基建的意外 那要带黑盒子的调查 可是现在已经有阴谋论说出了 之所以会有阴谋的看法 是飞机上面 载的很多都是政要人士 其中还有一位议员 那我们先从飞机的物理现象来研判 是不是有人为因素 你看哦 当飞机在坠毁之前 有目击者说 他看到他 就这个地方 我先讲是在这个马来西亚 吉隆坡附近而已哦 他在不断地盘循 排旋 那你不断地盘循原因是什么 有人就开始做出以下传测 是不是飞机上面有发生冲突 打斗 第二 是不是飞机遭到挟持 第三 是不是有人进入了驾驶舱 控制了飞行杆 第四 是不是飞机上面出现了危险的物品 这就是大家觉得 是不是宜云要调查的原因 不过我必须说 这一切都要等黑孩子解密之后才能够调查 那刚刚说飞机上面有很多敏感的人士 所以才会有这些敏感的联想 因为包括他们马来西亚的一位州的议员 叫做佐哈里哈伦 佐哈里哈伦当然还有其他政治人物 他比较让大家特别瞩目的原因是因为他很亲民 他知名度蛮高的 而且他也是一样 这个命也是怎么会这么命中注定吗 他本身就是经营跟飞行业有关的直升机飞行企业 专门在做这些直升机的交通运输 他自己常常都做直升机 从来没发生过意外 没想到这次做这个商务客机 小型的商务客机竟然会命上于此 越说越玄奇 现在整个阴谋论已经出来了 上面载着政要 载着政要身份够特殊 再来飞机坠落之前曾经不断的盘旋 更诡异的是 我听说他们没有May Day 他们没有对塔台呼救 代表说这一定有突发起来的意外 或突发起来的冲突 是他们没有办法控制的 你知道他在那边盘旋这么久 如果今天真的是挟持 或者方向盘被人给强夺走控制方向的话 那你是不是过程当中 可能机组人都有机会 能够偷偷的按向求救的讯号 发送出去都没有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 这里面真的有很多的猫腻 真的马来西亚 如果要让观众 所有的马来西亚的这些民众 能够适宜的话 你要赶快调查出结果来 再想下去心里越想越毛 会是空中斩首吗 会是谋杀吗 顺着这一想下去 我们又为大家掀开了国共交手 空中斩首最惊险的 绝密档案 这一架飞机居然在号称是 谍爆热区的香港 如何在那个地方 国共谍对谍 你说如果是真的要让飞机爆炸坠毁 目的是要行暗杀或刺杀 这在航空史上有发生过 有 在1955年 曾经在印尼婆罗州的外海 发生了克什米尔公主号 它是印尼航空的飞机 那这个克什米尔公主号 它当时之所以会坠毁 香港政府必须要调查 那又怎么会扯到香港政府 原因是 其实克什米尔公主号 它的原定的任务 是要载着 人民共和国 我以下简称中共 他们当时的很多的政要人士 包含大家熟悉的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去印尼的万龙 参加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叫做亚非会议 那我们就要来问 这个罪机案 然后本来要暗杀周恩来的事件 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就要来讲到 它的前一年 前一年1954年 当时美国和台湾 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 本来台湾那时候 要跟中华人民共同对抗 也就是国共对抗 是有困难的 可是后来美国 因为跟我们签订了 共同防御条约 我们蒋介石政权当时有靠山了 所以呢 他就把本来台湾的口号叫 保卫台湾 改成什么 要反攻了 要反攻大陆 要收复尸土 所以才会有很多的任务开始遂行 那当时 为什么要刺杀 周恩来 是因为被蒋介石 国民党辖下的保卫局 看到了一次机会 这就要回到我刚才所说的 南亚非会议 亚非会议是在1955年 4月18到24号要举行 可是你不可能18号要举行 亚非会议 你周恩来这些高官 要去拓展外交 你当天才飞吧 你一定前几天就要飞 而且这么多人 一定分好几滴次飞 当时国民党的保密局 的局长毛人凤就下令 下令给他手下一个得力的干将 是一个上校真房组的组长 这位真房组的组长 他叫做古正文 他就跟古正文说 正文 你去联络一下香港的 我们的保密局的干员 为什么 因为周恩来所坐的这架飞机 克什米尔公主号 从他们的情报是北京出发 要到香港加油 然后才到印尼 那我们就趁这个飞机 在香港停留的期间 找个人给他装个炸弹 然后让他飞往印尼的时候 爆炸不就好了吗 这个计划听起来好像可行 所以他交代了上校真房组组长古正文 古正文就交代了 这个香港站的保密局干员 那保密局干员 一个人当然不可能 自己就是去炸这飞机 你一定要买通什么 机场人员 买通了周居 跟周居讲 你在机场工作 你最有机会接近 要加油的这个克什米尔公主号 你就想办法在机翼跟 油箱那边给他放一个炸弹 而且这个炸弹很厉害 它长得像牙膏而已 但威力很大 周居也真的就成功了 在加油的过程 就把这个牙膏式的炸弹 放在了机翼跟油箱之间 后来这个飞机飞飞飞 加完油了 又往印尼出发 就在我刚刚所说的 北婆罗州的外海就醉毁了 其实当时爆炸的时候 是还有得救的 机长发现爆炸 一个引擎失火 机舱内都是浓烟 他就想办法想在海上迫降 只是没有想到迫降的过程 没那么幸运 他的机翼则断了 所以最后呢 机上总共是19人 但是有16人不幸罹难 周恩来在上面 有三个人被救起来 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主持人问的 周恩来在上面 那是不是刺杀成功 当然没有 因为周恩来后来活了 原来啊 当时在国共这些 叠对叠的过程当中 周恩来早就知道了 保人凤里的这样的一个刺杀计划 所以他就不搭这班 我刚才不是说分一二三T次吗 我就到最后一刻 我才飞去印尼 所以他就逃过了那一劫 所以那时候周恩来在事件之后 还派了一个他得力的干将 去香港调查 调查的那天 我倒还记得是1955年 就在4月11号发生之后的 一个多月 5月12、8号去调查 但就在那天多讽刺 刚刚我说的那位 起德机场工作 放炸弹 那个清洁工 周居清洁工 就在那天 搭着由陈纳德将军 所经营的CAT班航空的班机 被接走了 躲在行李舱 飞来台湾 今天我们来看 云豹小公主赖品渝 意外掀开了民进党权贵 绿能闷声发大财 政治现金 回绿营的内幕 债业党就抨击 难道台湾人民一开灯 就开始赞助了民进党了吗 赖金灵一个人同时兼任19家能源相关公司的董事长 立委跟爆料说 这19家公司就在同一栋大楼位 大家不要觉得讶异 早在2019年 民进党早就公开告诉你 绿能最赚 闷声发大财 是我们知道太慢了 我们现在才知道啊 是这个黄伟哲已经告诉大家了 有没有 绿能真的是赚翻啦 核能已经被欧洲列为绿能机 结果呢 我就是要废核 民进党官网到现在 2019年还挂着叫什么呢 叫做告别核电 风光明媚 原来风光明媚的是什么 风光明媚的是党的口袋 Michael Michael 结果不是什么 不是我们台湾的未来 风光明媚啊 我们现在是怎样 动辄断电 动辄跳电 所以我们不是风光明媚 我们是怎样 是漆黑一片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难怪这个标语这么开心 你看林志坚当时做新竹市长 叫做我爱光电 再来阿灿 郑文灿 我爱风电 最夸张的是黄伟哲 零演都不演 叫什么 绿能最赚 风光明媚 绿能最赚 已经变成什么 民进党的绿能炼金术了 2019年 反核游行的这一个 民进党做出来的海报 如今拿起来看 哇 格外的讽刺 为什么 全员炸锅就在于 绿能最赚 真的 绿能发电 绿能最赚 靠这个绿电 闷声发大财 赚得满盆满波 居然我们看到了 云豹小公主 赖品瑜 不是很能赞 不是很会赞吗 最后 赞不下去 跑给记者追 真的 我只能跟赖品说 跑个屁啊 你看哦 徐晓芯这样子 云豹公主 云豹公主 跑得快 为什么 一股趴赚百亿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有多赚 老婆帮我们带一下 你可以看到 云豹能源 这个什么 工商时报 所写的 今年营收 要创造百亿奇迹 我们呢 他2016年成立 17年 就变成百亿级的大公司 我们看到 云豹能源 这么惊人 令人折舌的数字 怎么这么厉害 后面有个灵魂人物 这个人叫做 赖敬林 他们的董事长 今天最劲爆的话题 是赖敬林旗下 除了云豹 还有总共19家 能源相关公司 居然 他们的地址 都在同一栋大楼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是 这个是非常非常夸张 这个我们看到 台北市的侯汉亭 他做了一个图 你看云豹能源 到底怎么赚钱 我们刚才不是有提到吗 他工程款 直接70亿以上 所以从经济部 跟台电怎样 标案跟买电 我告诉大家 光是现在标案 就占他零一搜的 五成以上 而且他有一大堆的公司 这些公司零零种种 可以金钱输售 给民进党的 这些议员立委 总共1700多万 可以说叫什么 叫做鬼门开 绿鬼 搬钱大法 而且我们可以看 导播帮我们带一下 赖敬林公司 他老爸成立了 十几间能源公司 其实不打紧 这年收破白 背后更厉害是什么 他还有一大堆的子公司 你可以去查好 我曾经去查过 怎么样 大家知道吗 在这些公司里面的大股东 他们交叉持股 你会发现 好多的子公司 他董事长 没股权 或者是极低股权 但背后的老板 董事或什么 持股最大份的 通通都是云报系列相关 也无怪乎 这个整个收入 是如此之高 而且更夸张的来 大家知道吗 根据侯汉廷 他这个统计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一个数字 怎么样 总共送给政治现金 民进党 310万 有没有看到 民进党总共党部 捐了310万 给党籍候选人 共59位 1468万 所以旺哲 继续听下去 你就发现说 原来闷声发大财是这样子 经济部标案 台电卖电 结果赚得满盆满拨的 这些绿能 权贵绿能业者 在由政治先进的方式 把这个钱回流 供养绿营 难怪现在在野党 国民党他们在质疑说 我台湾人民一开灯 我就开始赞助民进党了吗 是啊 所以像游淑贵 难怪会讲 他上馆长直播 特别提到说 民进党的富都长于民 那民是哪个民 民进党的民 为什么 这个赖金龙是不是当过立委 有当过的时候 他推动什么法案 他推动一个叫 奖励再生人员条例 这个条例 我坦白话话讲白 就是说 只要有这个再生人员 你要做再生人员 我都会依照比例来推动 来发这个奖励金给你 这个奖励金 十万到三十万当中不等 就被质疑说 是不是变成说 赖金龙用自己通过的法律 来买自己的店 所以民进党这个财富 是偿富于民 就是偿到民进党的手上去 所以民进党立委出身的郭震亮 他又说了 那赖金龙 你要嘛不是就有特殊能力 就是有业务能力 才能当这个云报的董事长 要不然 他现在都在质疑说 为什么你赖金龙 可以当云报董事长 对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大家在质疑说 赖金龙你何德何能 第一个 你不是能源科技相关专业 你是用专业经理人的方式 入主云报能源吗 看起来也不像 第二 你是持有很多股份吗 也没有 你只有一趴 一趴你凭什么 当上云报能源的董事长呢 对啊 所以他女儿现在跳出来说 你们都不要这样说爸爸 我爸爸只有在云报 只有一趴的股份 所以他那董事长 跟这个完全股份 是完全没有什么任何关系的 所以那我们就来举例说 同样 好了 我们要来讲话 台积电的这个创办人张忠谋 他只有台积电0.5%的股份 但是问题来了 台积电这个张忠谋是什么出身 他是工研院院长出身 他当过什么 联华的董事长 他又做过什么 通用仪器的营运长 所以他有相关的背景 而且重点是说什么 重点是说 他虽然只有0.5%股份 但是他把台积电 带到一个什么样世界级的高度 那你赖金林呢 赖金林 他当过劳委会的副主委 这跟人员有关系吗 没有 再来他当过两任的立委 那这跟人员有关系 跟绿能有关系吗 好像也没有 他又当过神老的董事长 那这跟绿能又有关系吗 看起来也没有啊 所以你看看 尺骨不到一%去当董事长 赖金林说 很多人都跟我爸一样 这在企业界很常见 我们就看到了一个 对耶 张庄博只有0.5% 问题是张庄博 有去标政府的案子吗 没有 他把他整个台积电 带到了台湾之光 带到了世界级的高度 反观你看赖金林 尺骨不到一%的 这个云豹能源 打造了这么多的一个兵团 到处去标政府的案子 是所以郭建伦 郭建伦还会说 要么就是你有业务能力 会有特殊能力 或是这公司需要有 特殊能力的业务能力的人 才能去这家公司 能够当董事长这样的情况 所以看起来赖金林 是比较符合这样的情形 他说的客气了 你要有很强的业务能力 我一下就懂了 你那个隐隐会会的 特殊能力是什么 是当门神的能力吗 不是当门神 可能还要当财神 为什么 我们现在就看到 这个赖金林的公司 19间公司都在内湖 而且还在哪里 在同一间大楼 甚至有16间公司 在同一层的办公室里面 共用一个办公室里面 这不是很奇怪 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情 这个太荒谬了 大家抽丝剥茧 他怀疑说 是不是因为你要怎么样 你公司的标案 要互相取暖 你不能同一间公司 一直标这个单位的案子 所以你可能 这间公司标不到的时候 欢迎一家公司来标 那这间公司标到之后 再分给其他的公司去吸收 甚至我们就要看一个 实际的案例 今年5月的新闻 云豹能源夺下了 36亿元的污水处理 结果这下面是什么 是他的子公司 云豹能源的子公司所得标 而且他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他从7月开始旅约 最多可以到9年 总共36亿元 各位观众 你就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云豹下面的子公司 可以吸食掉这么多的标案 还有这么多的大便 可以大家一起分 这个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 绿能大部队 去抢政府的标案 所以人家才会说 哇 今天你整个一个赖金领 抵过好几家公司啊 是啊 俊佳哥你这样说不公平了 民进党会跳脚 怎么讲 那你国民党也有 你国民党之前有退休的 八个官员也在能源公司工作 但是重点来了 这些人没有去抢政府的标案 他们只是当 他们并不是负责 他们只是独懂 或是独立的董事而已 他们并不是像赖金领一样 是当这些能源公司的负责人 马上就被打脸 被张诗刚做出这张图卡 原本的叶问叶师傅 变成賴师傅了 一个要打八个 看起来非常的精彩 而现在呢 我跟你讲 不只要抢标案 甚至呢 民进党怎么样 赖金领这一家人还双标 他如果绿能酬用的话 他是服帽双标嘛 现在就被徐晓鑫抓住 不对啊 你赖金领在2015年的时候 创办什么 创立了财团法人 台湾服务业的发展协会 结果呢 你到对岸去深圳去考察 不对 你女儿当初不是在反扶骂 赖金领当初不是反扶骂起家 怎么变成说 爸爸带团到大陆去考察 希望能够促进这服务业 结果呢 女儿带头拼命的抗中保台 这一家人不是有点矛盾吗 好 我们刚看到了一个赖金领 非常值得大家万味的是 他当时的这个绿能相关的法案 第一个出来推动法案的是他 进到绿能公司 悶声发大财的也是他 时间点在这个地方 1998年 奖励再生能源发展条例 用你的法 发你的财 哇 他有这么如有神助 可以一场布了20年 有这么样的先知 看得到20年后 有闷声发大财的机会吗 完全没有 而且重点来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赖政府要推余电共生 这个案子可以说是建在闲上 而且已经发展三年 但是达标率也非常低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审计部的数字 怎么讲 太阳能光电现在一成不到 现在已经迫在眉睫 但一成不到 但是离岸风电要在2025年完成 但是现在达成率这多少 百分之68而已 还没有到完成 再来 蔡政府最以来的天然气 它的储存容积 现在看起来已经赶不上 2027的速度 你看出来 蔡政府多想拼命的 赶快到地方上 去建这些东西 建这些绿能设备 能够达成他目标 但问题来了 现在地方的居民纷纷跳脚 怎么讲 在台南的柳营区 现在光电业者 希望能够在当地 建这些储存能量的厂房 但是重点来了 现在当地民众 为什么要拉白不调抗疫 因为你建这个厂房 旁边就是他们的住宅区 甚至还有警役法庭 还有台塘的副厂 都在那边 他们担心 你这个储存能量厂 如果突然爆炸的话 是不是对我们生计有影响 再来看到苗栗县政府 现在跟绿能公司合作 要在铜锣乡的西湖提案上 大来建太阳能光电厂 不过现在地方人士也抗议 说你要建三点五公里的 太阳能光电厂 但是我们不要光电厂 我们要公园 不要光电 所以现在大家 从台南到苗栗 大家都举牌抗疫 另外再看到 最南端的国境之南屏东 屏东县要在潮州镇打造什么 原本要打造棒球场 跟那个滑轮溜冰场 但是现在发现 不对 你周边都是些光电的棚架 这会造成什么影响 造成甚至说 你甚至连那个溜冰的跑道的中间 都有出现像这样子的 那个棚板 那如果选手一个受伤 滑到里面去的话 你怎么赔得起选手 这个职业生涯 所以现在大家 从北到南 大家纷纷在抗议你 蔡政府的政策 那我总归一句话 现在民进党钱自己赚 好 这个钱自己放 苦是谁在苦 民众在苦 那最谁在受 当然是民众在受嘛 今天晚上呢 继续 马老师要带我们来看看 这是美中要开打前的 一个前奏嘛 以美国为首的七个国家 原来早在上个月 已经默默完成演练 太平洋战场伤患撤离行动 那意思是要开打咯 而如果解放军 真的攻台的话 会怎么打 前日本驻中国武官 给了答案四个字 速战速决 一天之内占领台湾 战后的台积电工厂 将由中资企业来负责重建 但说的简单 美日韩已经构筑一道F35 闪电战机的闪电围墙 共军想越过海峡 容易吗 大家可能觉得 这次赖副总统 过境美国 老共好像没什么动静 我告诉你 两岸认知作战 正在大火拼 什么火拼 各位观众来 第一个 对付我们台湾的东部军区 做了一个新的MV 叫做月海侠 我必须客观讲 我去看这个月海侠 从头看尾 拍得还蛮精致的 歌还蛮好听的 而且它全部没有直接来 全部用暗示的 什么叫暗示 第一个大家看 它片头叫做月海侠 阅读的月 尾巴用月海侠 这个月取个谐音 越过海侠 也是月 月 它的意思就是 我不直接讲 我暗示 我要越过海侠 我们国防部立即出手 我不是吃素的 国防部出来一个 守领海 守中线 守主权 哇 一开始第一句话 我最欣赏了 各位 它说什么 它说 没有人可以跨越我们的领海 又是月 你要月海侠 对 没有人可以跨越我们的领海 没有人可以侵犯我们的中线 是 没有人可以侵犯我们的主权 是 我们用瘦来对付你的月 你想越过来 对不起 没门 我会守得住的 国防部说 国军一定会让老百姓放心 海侠的领海 中线 主权 对不起 全部守在我们手中 你想越海侠 我让你南越雷池一步 所以老师讲到了 两岸的认知作战已经开始大火拼了 接下来大家会问一个问题 如果共军真的发动 奇袭犯台 会用什么方式呢 好 认知作战高来高去 对 大家看来是眼花缭烂 是 我跟大家讲 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不是公 老公说的 这是日本一个知名的杂志 做封面故事 封面故事 对 它封面故事讲了什么 就是如果解放军打台湾 会怎么打 日本人做的 好 它这里面主角叫做三本圣爷 各位观众 三本圣爷 他在这个杂志的封面故事里面 扮演什么角色 老公的参谋长 他是老公参谋长 他的想定就代表老公会这么做 对 好 那凭什么用三本圣爷来说 他是谁呢 我跟你讲 他是留学解放军国防大学 他在那边取经的 他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他根本就是解放军国防大学毕业的 毕业之后 日本把他派在北京 当日本大使馆的武官 武官啊 这武官专门跟解放军 中央教你来往的 所以他是解放军通 解放军通 他是最了解解放军思想的 他根本就学习了解放军的战术 战略这个作战方式 是 好 他当日这个解放军参谋长 他就说解放军会怎么打台湾 会怎么打呢 吓死人了 跟我在本节目讲的一模一样 我来本节目一直讲 老公在恶务战争一开始就设立恶务小组 恶务小分为好几个组 请问一个组就分析 俄罗斯战术 打俄罗斯有什么缺点 第二个就是如果他打台湾 英美去制裁俄罗斯的 他受了受不了 他讲法也是一样 他说老共已经研究了俄务战法 认为俄罗斯今天为什么会搞这个局面 有四个字没做到 哪四个字 速战速决 没做到速战速决 而且他当初一开始就已经逼近基辅了 已经在基辅的外围了 他居然没有打下去 他还撤退 错失的那个先机 错失 他说当初老共就应该 俄罗斯应该一鼓作气 就把基辅拿下来 一拿下来整个民心患散 今天俄罗斯战争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回过来讲台海 如果老共会下令 会怎么做 速战速决 不然速战速决 我跟你讲 这是我听过 最可以说荒唐 但是因为他是专家 我也不能说他荒唐 有人说台湾可以多久 有人说一个月 有人说两个礼拜 有人说七天 那他说 他说一天 怎么可能 我们连一天都守不住 他说一天 他说老共的决心 我不要布俄罗斯的后尘 我不要把俄罗斯打延长战 一打延长战 美国进来 日本进来 澳洲进来 韩国进来了 我就完了 我一天就把它解决 哇 解放军通 怎么这样 各位听 他怎么样去替老共谋战略计划 他说第一队就这一天 第一队攻击发起日 攻击发起日 凌晨早上台北 台湾人民都一起来的时候 台湾已经陷入混乱 老共已经做好准备了 老共第一波凌晨出动了 是什么东西 你猜到猜不到 是什么东西 网路作战 骇客作战 全面你的通信 他说 当你台湾人民早上起来 台湾已经大乱了 瓦斯系统没有了 电力系统没有了 交通系统没有了 银行系统没有了 通讯系统没有了 国内通讯完蛋 跟国外通讯也完蛋 那接下来呢 整个就台湾已经陷入混乱 是 第二波 你还在混乱之中的时候 啪一下 大量的飞弹打过来 先消灭你的飞弹基地 是 跟你的雷达 对 让你打瞎 让你没有还手余地 对 当你雷达跟你的飞弹基地 被打瞎之后 轰炸机跟战斗机 早就在台湾海峡也练过 中高低层 全面侵犯 轰炸机 就把你军事设施 全部炸个粉碎 然后 啪一下登陆部队就进来了 登陆部队只锁定两个地方 港口机场 是 港口跟机场 这个不就是这一次我们汉光演习 再是演习的重点 汉光演习 所以他就讲 就 然后最重要一点 我觉得他在里面讲了 他不要以为台积电是台湾的戏顿 没有可以不能毁灭了 台积电 新竹科学园区 我照炸 照毁灭 毁灭之后 台积电 我中气 现在就在培养晶片人才 迅速主人小组进驻台积电 重建 等等 老师你现在描述的是我们所听过的这么多版本当中 最极端的一个四个字 触步及防 我怎么可能完全没有办法动足机先呢 我告诉你 他说 现在恶物战争给老公的影响 就是让你美国措手不及 让你日本措手不及 我一天内完成 占领 扫荡 转攻为首 那我问了 日本人最爱讲 台海有事 这台已经出大事了 一天就出大事 那日本怎么办 美国怎么办 说好的护台呢 你以为这个三本圣野 他想得到 老公要速战速决 美日韩 澳印 他没有反应吗 当然有 我告诉你各位观众 在几小时之后 在几小时之后 看完节目几个小时之后 美国总统 韩国总统 日本首相 将要在大卫营会晤 大卫营不是总统度假的地方吗 我告诉各位 这有太特殊的意义 第一个意义 拜登已经上任六年了 六年多了 从来没有一个外国首领 到过大卫营去 没有一个 他这一次 刻意选择大卫营开会 为什么 就是要凸显 我对日本首相 韩国总统的重视 我要组织一个亚洲的小北约 我们要紧密地靠在一起 我再讲一个简单的 他们三个见面有意义吗 没意义 他们常常再见面 他们的悄悄话早就讲完了 完全做一个姿态出来 给老公看 你敢打 你一天打 树栈出去 我们立即反应 我跟你讲 我问你 日本首相 今年有没有到华盛顿去见白天 去过了 韩国总统有没有去过 也去过了 菲律宾也去了 五月G7的时候 他们三个也没有见面 也见过面了 下个月 下个月是G20 要在印度召开 也要见面了 11月 IPEC 要在旧金山召开 他们两个要不要飞到美国去 所以什么理由 非得 这个时候 大家约到大卫营去呢 所以他们9月要见面 11月要见面 他们之前 3月5月都见过面了 所有该讲的情话 都已经情话绵绵讲完了 还要见面 可以选大卫 这就是薰势作用 我们是个小北约 我们三个坚强起来 要对付海峡危机 还没完 小北约就他们三个吗 绝对不会 他们希望把澳洲也要拉进来 菲律宾也要拉进来 最重要是澳洲 所以我跟大家讲 就在他们三个 几小时之后要会晤的时候 澳洲跟日本同时宣布 日本要派四架F-35 带着空中加油机 西腰三洞运输机 两架西腕运输机 长途奔射 到澳洲去参加军事演习 这件事情后面猫腻 谁可有意思 可生了 老师去讲说 日本F-35长途巴射到澳洲去 大家要问 跟台海安全什么关系呢 我跟你讲 日本现在有105架F-35A 是 42架F-35B 对 全世界第二大的F-35的机群 在日本 韩国有40架F-35 还要占买20架 比较60架 澳洲有72架F-35 现在小北约 日本 韩国 澳洲 都买了一大堆F-35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讲个最简单的 这件事情 俄乌战争爆发 为什么可以拖延这么久 机密文件曝光了 它拖延这么久 居然是为了这个 我告诉你 去年 去年 2月11号 美军第三次战斗中的一个电话 你们要去德国去 我告诉你 2月11号 一个电话之后 要飞8150公里 马上次定 2月10号情人节 跟家人拥抱 就直接飞去了 12架F-35飞到德国 你知道多少 后勤人跟去 多少 300多个 300多个 其中只有100多个 是维修人员 另外100多个是什么 是什么 情报人员 带了这么多情报人员过去 为什么 因为F-35一飞到德国去之后 意味着什么 密集升空 啪一下 就从德国东一飞过去 把俄罗斯所有的情报 搞关系 你的防空 基地的位置 你战斗部队的位置 你的部署 你的作战想定 我电子资讯 全部扫描 我12架F-35 把你扫描 全部把俄军 摸得一清二楚 8天之后 普丁掉到拜登陷阱里面 他打乌克兰 但他都不知道 他所有的筋骨 所有的脉络 F-35 12架 都把他摸得一清二楚 你这一打 根本都全部 被乌克兰知道了 一清二楚 这时候F-35 建了工 好了 马老师 我们没有F-35 台湾没有F-35 也没有人去帮我们去 搞这些情知 我们跟俄乌不一样 现在美国宣布 要给台湾 令可 32 更升级了 这就不得了 令可 第一个 他本身有抗干扰效果 你不能干扰我 对 他全输越快越迅速 第三个 他跟日本美国 都可以连线的 第四个 我告诉你 他可以把美国F-35 美国的侦察机 看到了敌情 敌机 啪一下 到我们的F-16V的 这个指挥系统上 MF-16 它当我们的眼睛 看到之后 我们F-16V啪一下 就出击 去打了 所以我们等于是 跟美国的情知 是共享的 武器火力是共用的 所有的资讯 在数十秒钟这里 都可以完成了 所以现在 不但是小北约 小北约之后 也跟台湾有了连线 有了连线 所以将来 这个战争 会越来越自动化 跟科技化 邀请您 一起加入 武器爆新文会员 跟郡相一起 挖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